大家好,我是马克 本期是来自小田仲号导演的 孤苦盲女阿玲 盲女阿玲六岁时被妈妈抛弃 贫苦的生活看不到希望 妈妈离开海边另寻出路 村里都说阿玲的妈妈跟男人私奔了 阿玲无法理解 她的世界只有永无止境的漆黑 幸运的是 阿玲遇见了善良的翟童先生 翟童听到阿玲清脆的声音 心里有了法子 不辞辛苦给送去月后的盲女一暑 在那里 有慈祥的妈妈照顾 还会交唱歌,弹琴 对盲女来说是最好的选择了 阿玲在破庙的火堆前 跟陌生男人讲着自己的故事 她紧接着说 可惜啊 二十一岁那年犯了戒 被妈妈赶出了盲女一暑 自那以后就独自流浪 挨家挨户卖场 住破庙吃冷饭一直到今天 一个大户人家儿子要参军 亲朋好友接来相送 众人小声嘀咕 听说逃兵不少 军队封锁消息 不准谈论 唱和声戏的演员 实在带动不了气氛 大家酒喝得越来越凉 到真相送行的场面 阿玲昨天就收到邀请 但眼睛看不见 来得慢了些 女婴扯着阿玲的衣服 一脸嫌弃 都是狮子 真脏 阿玲天生丽质 加上一副好嗓子 将刚才的冷清一扫而尽 男人们淫荡着脸 哈喇子留了一地 不时焦头接耳 说些色情笑话 李健师傅的盲女艺术 一尘不染 这里虽都是盲姑娘 但众人日日生活在此 各个方位都摸得清楚 倒也没有太大不便 盲女们听力出奇的好 李健老远就听到有人来 叮铃铛铛的 准是卖药的斋童先生 被冻坏了的阿玲 依偎在李健师傅的怀里 吃着太子姑娘烤的年糕 又烫手又暖和 像做梦一样 此刻吃着男人给的热饭团 使得阿玲又想起那天 吃烤年糕的场景 男人本在附近的采石场工作 尽早窝棚被捣毁 现在无家可归 阿玲不信 深山野岭的 哪有采石场 准是住在这附近 对吧 阿玲问 没想到男人 酣声雷凳 已呼呼大睡 在盲女一熟的日子 是阿玲最快乐的时光 师傅拿着阿玲的小手 拨弄着琴弦 嚼着说 这是第一弦 这是第二弦 阿玲年纪小 讨人喜欢 又聪慧得很 李健师傅很愿意叫 但同生活在一个屋檐下的师姐们 可不太平 勾心斗角 让李健操碎了心 大姐金子 站着资格老 经常教训别人 但师妹太子也不是好惹的 怪声怪气地提醒大姐 想跟孙次约会对吧 想得夜夜睡不着觉呢 芒格女这一行是有阶级的 初入书要废掉本名 由师傅取个义名 过了两年 有所谓三年庆贺 师傅在这天做红豆饭 七年头上来到公明年 是取个发际名字的年头 假如名字是李 就叫雨田李 或千代李 再过一年 入图的八年头上 才取得做姐姐的资格 再过上三年 叫满图 成为一名构格的师姐 如师傅年迈 这时候就可以收徒弟了 阿玲的初次巡回旅行 是八岁那年冬天 师傅怕冻坏她 特地给她穿上打了补丁的 像破抹布的窝边布袜子 礼见师徒一行人 有寺庙街杂货店女儿安子领路 安子换青光眼 是个半盲 沿途逢庙必尽 见佛必拜 前程之心清澈如全 农家人不管情妇 多有善心 一碗大米聊表心意 到达盲女客栈 阿玲一曲唱完 惹得大家心生恋爱 给她送吃的 送茶水 多么可爱的小姑娘 阿玲虽看不见 但也觉得热闹 晚上 阿玲被动伤的脚开始疼了 一蹶一跳的 哭个不停 李健非常心疼 每天还是跟大人一样 光脚吧 这样不是法子 要动坏的 果不其然 脚上不穿袜子 一开始动得疼 过了一个小时 就热乎乎的 比穿袜子还舒服 自那以后 阿玲就一直吃脚穿草鞋 再也没有被冻伤过 破庙里的男人 说他没有爹妈 孤家寡人一个 要同阿玲 去十日街的春天庙会 开开眼界 吃点好吃的 让我背你吧 男人说 阿玲撒娇的说 不敢不敢 你快回家吧 肯定有人懂你 男人不管 执意要背 阿玲只好让他背了 宽肩膀 粗脖紧 是个干活的粗人 没错了 金子每晚悄悄出去 第二天悄悄回来 李健躲在门旁抓个正着 你的身体早已交给佛祖 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这么多年照顾你 你太令我失望了 按照规定 犯了戒要被逐出门 但不管李健如何恼火 却也无法下狠心 将金子赶走 金子的孕吐越来越严重 李健告诉阿玲 盲人看不见地狱 是佛祖不让我们看 所谓的人间 不过是地狱的别称 我们要感谢佛祖的慈悲 阿玲初次来越京 是17岁那年的冬二月 晚上跨进客栈时 一位大姐大声喊 这是怎么回事 鲜血流到地上了 李健师父第一次对阿玲做了解释 从今天起 你成了大人 可以生小孩了 但是 盲女不能跟男人睡觉 你的身体已经献给佛祖 还记得金子师姐吗 她就是这样被赶走的 阿玲18岁起 虽眼睛看不见 却觉得世界变了样 外出旅行期间 住在盲女客宅 和当地居民接触的时候 男人们一靠近 阿玲就觉得身体火热 心也咚咚狂跳 男人们劝阿玲喝酒 阿玲一概不拒绝 李健师父胶着得很 阿玲啊 男人们布下陷阱 他们都在垂涎你的身体 阿玲啊 还记得13岁的功名情形吗 那是嫁给佛祖的仪式 不能跟男人睡觉 那样会被赶走的 会出去流浪啊 半夜时分 酿酒公猪太郎 钻进阿玲的被窝 解开李健师父的绑绳 阿玲想大喊一声 可是嘴唇上 堵住一张牙齿恶臭 胡须刺人的嘴 不多时 男人滚烫的肉体 接触到阿玲 汗淋淋的下身 紧迫的呼吸 震荡着他的耳骨 阿玲觉得 那男人温暖的身子 好像唤醒了他 昏睡中体内的鲜血 阿玲问男人 昨夜你为什么不抱着我睡觉 这一路上遇到的男人 都迷恋我的身体 我无力抵抗 都任由他们 寒冬天最难熬 我怕到天亮被冻僵 随便一个男人抱着我都行 有次是个老大爷 任我怎么求都没有留下 男人想起妈妈来 那是他童年最大的阴影 长大后离开家的第一件事 就是放火烧了那男人的架 可这么多男人睡觉 自然也是怀孕过的 生了一个 男人跑了 孩子冻死了 阿玲微笑着说 男人告诉阿玲 我妈妈以前在木鸡店帮忙 我也会一点 等我木鸡生意好了 你就不用死处流浪卖畅了 有男人作伴后 阿玲心里感到异常踏实 不管现场有豺狼虎豹 还是吃没亡两 阿玲都不怕 虽然他看不到 可他的心感到厚重 又是半夜时分 阿玲的身体火烧的一样 渴望被抱着睡觉 男人转过身去 和阿玲保持距离 一夜孤独未眠 干涸的心渴望至极 男人告诉阿玲 我不能抱你 若是抱你睡觉 就会跟其他男人一样离去 我不想走 我想跟你同行 男人叫贺川 先贺的贺 贺里肌群的贺 阿玲的身体 在夕阳的映衬下 美得像油画一样 贺川叫住阿玲 别动 这个角度下像个慈佛 阿玲看不见 他希望贺川靠近一点 不抱抱 靠近一些就行 贺川仍旧离得远远的 阿玲又赚了一些钱 帮贺川买了做木鸡的工具 毕竟从小在木鸡店长大 贺川手艺很好 生意不断 等我生意再好一些 你就不用卖畅了 在我身旁 用木贼镜摸摸木鸡就行了 阿玲闻到了铜木的香气 把新铜木一靠近脸 就立刻贴得很近 像鸡蛋皮似的 滑溜溜的 从明天起 我是你哥哥 你是我妹妹 卖木鸡为胸 永远的流浪 贺川兴诚重的说 阿玲反驳说 你不是我的哥哥 你是我 这个世界最心爱的人 贺川打造了20双新木鸡 在地藏菩萨庙里开业了 哥哥 我是做梦吧 托您的福 我成为一个普通人了 什么活也不干 光吃饭 成了个逍遥自在的人了 阿玲开心的说 对面卖药的商人别索 总是往阿玲身上撇 贺川告诉阿玲 小点声 别让人听见了 贺川做木鸡的工具不轻 加上做的木鸡越来越多 他干脆买了辆旧马车 阿玲转着贺川给买的太阳伞 宛如身在梦境 不由得唱起歌来 我好幸福呀 哥哥 我没有半点不满足 我是在做梦呢 有时候我正想 如果 哪怕只有一夜 你抱着我睡 死了也甘心 可是 可是 哥哥不肯 阿玲撒娇的说 纵因为这样才能长久啊 贺川看着大海说 终于过山口 一场不大的地震开始了 山上碎石滚下来 挡住了去路 如此 贺川带着阿玲 住进了表屋客栈 贺川外出买些补给的时候 卖药的别索 看到阿玲的三弦琴 猜出了大概 东打听西打听 你是卖畅的吧 不是处女吧 阿玲有问必答 觉得这是别索的关心 贺川回来 看到别索动手动脚 一把拉开这老男人 男人都是恶臭的 不要接近 阿玲不以为然 他的摊位就在我们旁边 我们该处好关系的 他人很好 阿玲说 要往庙 人头攒动 是个做生意的好地方 各地来的商贩 各有头领 为了避免纠纷 贪位需要缴纳地皮钱 这样就算合法做生意 贺川没有缴纳地皮钱 被地皮流氓拉走 别索安慰阿玲 没事 领执照去了 一会儿就回来 哪知阿玲等了好久 来了一场大雨 贺川仍然未归 阿玲心慌 不知如何是好 别索健壮 帮阿玲收摊装货 还不时安慰 没事没事 说不定回客栈了 阿玲便跟着别索回客栈 谁知道 贺川仍然未归 店铺火机打听到 贺川身体强壮 揍了几个地皮 被警察抓去了 阿玲听力好 听到打架 警察 心里更加紧张 大雨眼看没个亭的意思 药王庙的庙会没几天了 客栈的商贩们都在打包行李 别索故意讨阿玲话 有人看到贺川去邮局会前 准是给家里的吧 阿玲心急解释说 他说他没有父母了 也没有妻子的 不可能的 别索大笑 阿玲这才恍然大悟 原来是被套路了 连日来 别索对阿玲多有照顾 他要走了 阿玲自然要送一送 跟我去富山吧 帮你找个按摩的工作 跟着贺川不长久的 他说不定哪天就把你抛弃了 跟着我吧 你需要男人不是吗 夜里不寂寞吗 我看到你寂寞了哦 别索不停诱惑调逗阿玲 阿玲心想着贺川 拒绝了别索 别索一看无处下口 背起行李要走 阿玲对别索身居一躬 感谢他的照顾 别索撇进阿玲洁白的前行 立刻放下行李 将阿玲抱紧树林 阿玲使劲推开 却无济于事 等到别索咬住耳朵 阿玲浑身颤抖 立刻说 等一下 我自己拖 别索松开手 阿玲主动解开衣袋 仰面躺倒在草地上 别索很快完事 心满意足离开 阿玲这时候也从树林出来 砰的一声 是马车的声音 哥哥 你不要生气 你看见了吗 看见了吗 阿玲焦急地问 贺川怒从心头起 恶向胆边生 拿出锥子追了出去 懂了有一阵 贺川满头大汗跑回来 阿玲执意不肯上车 他心里内疚 要自己走 贺川健壮也不强求 告诉阿玲 我坐了别索 也坐了流氓 警察肯定找我 我们暂时分开吧 说着 贺川塞了些钱给阿玲 拿下阿玲的行李 就拉车走了 我去南方的若霞董里 贺川喊道 别索的尸体被发现 是十天以后了 警察从他的口袋里找到药包 客栈老板娘也确认了 是药贩子别索 在客栈住了很久 离开了贺川 阿玲继续逐四面头风 下凉 东贡凉的破庙 三年前被逐出门的阿珠 也到这来 他并非全忙 天气好的时候 能看到一点 有村民邀请 阿珠放下行李就走了 不大一会儿 破庙又来了访客 警察近夕 来打听贺川的下落 阿玲有问必答 而且都是真话 除了一个 在河边见过贺川 必须得说没见过 这是贺川特地交代的 金西跟踪阿玲 查的是贺川 没想到的是 这贺川另有其人 辅警县宪兵分队的中卫虎三 也在找一个人 叫颜渊平太郎 金西看过画像 吃了一惊 这不就是贺川吗 虎三有些难为情 很强硬地告诉金西 以贺川的名义查 平太郎是逃兵 不能让民众知道 这有损帝国陆军的名誉 阿玲全人不知被警察跟踪 有了半忙的阿珠作伴 她的生活方便不少 阿玲知道 阿珠举止风骚 主业是卖音 但那个怎么样呢 不偷不抢 凭本事挣钱 阿珠来了生意 阿玲主动让出破庙 到外头淋雪 这天晚上 阿玲和阿珠 在月前屋唱完歌回到破庙 刚准备睡下 忽然听到外面有人喊 一位老父带着孙女走了进来 孩子爸爸当兵死在战场 妈妈也病死了 我活不了几年 夜夜为着孩子担心 听说有盲哥女小姐来 我就给领来了 老父将家里的所有积蓄都拿出来 磕头恳求阿珠 受盲女孩学艺 阿珠坦白道 我们也是被赶出来的 我帮你写信给师父吧 至于收不收 全看师父了 告别了阿珠阿玲 老父和孙女来到悬崖边 两个人紧紧绑在一起 跳下了山崖 明明答应了会帮写信推荐 老父为什么还要死呢 阿玲不从见光的眼睛流出泪来 有眼看不见的人 是祖先的造化 可以不去看明眼人生活的地狱 阿珠说 大雪飘飞 山间凄冷无比 阿玲止不住地哭 她从未如此伤心 三月 撂翘的寒风依然静吹 然而山野里 已经不再是严冬的枯木 树枝抽出了心芽 大地焕发着生机 阿玲和阿珠继续旅行着 继续歌唱着 继续坚强地活着 李建师父的盲女艺术 只受她一人了 每日听风听雨 突然听到疑门声 心下紧张起来 以为是金子 或是太子 难道是阿玲 警察金西和中尉虎三开口 问阿玲的事 李建叹息道 她从未回来过 我也很想见她 可她一次也没有回来 追求二人组 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 得知阿玲老家在弱霞小兵 便辞了李建师父 3月17日 弱霞的山光寺 竞相结束的最后一天 阿玲正从台阶往下走呢 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 阿玲 是阿玲吗 何川跑过来 激动坏了 两人紧紧抱在一起 阿珠不许此行 佛祖显灵了 准是如此 祝你幸福 阿玲 说完 阿珠独自离开山光寺 孤独的夜 何川和阿玲抱在一起 相遇即是离别 拥抱过就无法长久了 已经过了二十几年 小兵通了火车 不再是当年那个勤困村庄了 阿玲虽只是听说家乡在海边 并不知道具体在哪里 但听到这里的海浪声 却格外亲近 木材店火机骑车经过 看到拉车的何川 迅速跑回家 和画像上一样 快派人来吧 老板娘给警察局挂了电话 既然这里的海浪亲切 何川干脆带阿玲到沙滩上 这里听起来怎么样 阿玲脸色难看 神色紧张 军刀是军刀的声音 没等贺川反应过来 已被虎三的人抓住 贺川是条汉子 无论怎么打都不招 这并非是为了别锁的事 贺川对军队的恨远不止如此 虎三验证过阿玲确实是盲人之后 将阿玲的供词拿给贺川 你最好招了 否则 他会因为帮助和教唆逃兵而受到折磨 三十分钟前 虎三先审讯了阿玲 看没看见贺川 没有 我是个瞎子 什么都看不见 他不是你哥哥 他是个逃兵 是拒绝尽国民义务的罪人 普三大声喊道 我是瞎子 不懂国事 什么都不懂 真对不起 普三被气坏了 抓住阿玲问 没在沙滩上看到他 阿玲哭着说 我没见到哥哥 只看到他的心 一颗善良的心 温暖的心 化名为贺川的平太郎招了 但令他愤恨的是 所谓国民皆兵 这是说谎 有钱人就免了兵役 贫苦人再劫难逃 战争是拿穷人当牺牲品 虎三的爪牙们暗恼平太郎 打得满脸是血 混蛋 不准说真话 被处理掉之前 平太郎最后见了一眼阿玲 跟他道歉 其实我还有个妈妈的 世人谁无父母 我也有的 阿玲说 给阿玲的生活 带来一团热火的男人 就这么被处理掉 连着善良和温暖 一起被处理掉 说到父母 阿玲想起了妈妈 于是回到盲女一熟 可怎么敲门都没人应答 一位老婆婆告诉阿玲 李倩上个月去世了 你早点回来就好了 她一个人多孤单 熟悉的房子 熟悉的各个角落 一股霉味扑鼻而来 手摸到的地方都是灰尘 阿玲就这么继续流浪着 继续歌唱着 衣服破的都是洞 狮子跳蚤爬满身 它的温暖被处理掉了 善良被处理掉了 人间的一切光 都被军队的大炮打进了地狱 于是地狱有了光 人间漆黑一片 不知过了多久 在隧道里修地铁的男人 看着善牙说 好奇怪 哪里来的一块红布呢 另一边的悬崖处 乌鸦盘旋着 叫个不停 尾巴 这部1977年11月上映的影片 改编自日本作家水上面的一部中篇小说 《孤独的盲歌女》 小天仲浩的电影改编 除了开头和结尾部分 内容上基本真实原著 原著以附警宪兵司令部的审判记录开始 紧接着从阿玲的模糊童年叙叙展开 如何来到李健师傅家 如何学艺 如何被驱赶 如何遇见平太郎 如何被抓 如何继续流浪 原著的结尾 并非是完全丧的气氛 阿玲离开宪兵司令部后再次流浪 且将平太郎之事告诉过李健师傅 也就是阿玲的妈妈 李健跟阿玲解释了妈妈和亲生母亲的区别 但阿玲无法理解 在整部小说的倒数第二段 阿玲的内心独白说 哥哥好像到邮局给谁汇过钱 在什么地方有一位妈妈 是的 哥哥是给他母亲汇钱吧 我不能像平太郎那样汇钱 但是心中也有一位尊敬的母亲 我的母亲就住在我的心里 是的 她是如来佛 我就是靠如来佛 靠这位母亲的力量 才能够长期孤独的旅行 没有生过一次病 过着幸福的生活 电影改编后 综加了开头的被妈妈抛弃 和结尾的葬身断崖 极力营造出悲的气氛 至于做没做到 很难讲 但可以明显地感受到努力 阿玲坐在板车上 清风兮兮 我自从失明 第一次找到了幸福 哥哥 阿玲娇声娇气地说 我没有半点不满足 我是在做梦呢 不过哥哥 我有的时候这么想 哪怕只有一夜 你抱着我睡 死了也甘心 嗯 可是哥哥不肯 阿玲又娇声娇气地说 正因为这样 才能长久 平太郎说 不管援助还是电影改编 平太郎对于和阿玲之间关系的 认识可谓清除至极 亦或者说是对于男女之间关系的清晰认识 演员田中倦怠的一生 最知心的男人有两个 一个是沟口见二 一个是众魔心急 众魔心急生于九株别府 老家静一棉被商店 生佛很富裕 一心想当电影演员的他 小修六年级时就离家出走 无奈失败被抓回 小修毕业后再次离家出走 后来跑到东京的叔父家 因为神母贩卖低闭药水 常来往于莆田制片厂 那里有认识的人 于是他的愿望得以实现 17岁时进场做了一名 没有工资的学员 也就是在这里 他遇到了莆田制片厂的 首席大干部田中倦怠 想不想做我的徒弟 田中问 众魔心急不知道什么意思 就是随从拿化妆包 照顾生活在旁边保护我 是保镖吧 嗯差不多 从这天开始 一直到田中去世 众魔心急就再也没有离开过田中 众魔心急43岁时 儿子都已高中毕业 家里人对他始终跟随田中很不理解 经常劝他离开 但众魔心急一听劝告就很不高兴 这是生前的缘分嘛 然后拿起酒瓶喝闷酒 一直喝到金光 众魔心急自己从很多次下定决心离开 但沟口进而去世以后 田中愈发嫌得可怜 众魔心急觉得 不能丢下他不管 自己要是走了 难以想象他会变成什么样子 青年时期就下定决心 在他有生之年保护他 甚至还为此学过拳击 对于两人曾未发生过关系这件事 田中也觉得奇怪 心想 也许阿新没有把自己当女人看待过吧 日曼里常常说的守护 大概就是这种状态 这也能很好的理解 为什么暗恋能在心里练一声 而一旦对方拍板说 行 可以 同意 这事就难以长久了 所以 对于姑娘们来说 如果一个男生要守护你 同时还要做你男朋友 相信我 这绝对是个骗局